大家好,我是托尼,欢迎回到托尼的频道 圣诞一周已经过了,大家这个圣诞愉快 这周呢基本是比较平淡无奇 今天是12月30号 收这个周,收月,收年 全收,重要的一天 所以说托尼呢也借此机会做一个视频 这周呢一直走的比较平淡无奇 上上下下的在做一个大中枢 托尼呢及时的也在群里这个update大家 其实呢往上往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基本呢在大的形式上 就是一个下跌的二浪的做的这么一个中枢 托尼早已经给他预料到这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 托尼感觉他要怎么走 打到一小时的图上面的从这边来看的话 五浪到底了,对吧 到底了之后呢 这里是最底点 那我们从这里开始算的话 现在开始是一浪二浪 三浪四浪五浪 就是说呢应该他最后一个小时呢 收了一根大洋k线 从这里bounce up起来 托尼认为呢就是说他还要继续下周的话还要继续这个短期的走势打到这一点 应该是能够打到这一点封了上面的缺口 完成上面的封缺口的任务 完成了之后 从这里下来 再封下方的缺口 这边有一个缺口 这边呢有一个缺口 今天早晨你看这里呢也有一个缺口 还没全封完 所以说这几天的估计成交量不够 上上下下留了不少的缺口 在这里的点位我来看一下 这边呢应该是3870就封了上面这个地方的缺口 所以说最后一个上上到3870了之后下来 这上面的大径线大家也看的比较清楚 对吧在上面压制整个的二浪中枢呢 跨时这么长时间也看到我 托尼自己来看的话这个形态也非常的完美 从这里下来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走势了 那从这里下来了之后就是接的这个一浪二浪三浪 就接到我们的日线级别的三浪了 这个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把图打到大一点的图 这个三浪下跌的话 托尼现在给他的点位是大概3450左右 在这个地方 好这就是托尼对他下面的一个预判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QQQQQQ的话 我记得他的缺口好像已经封住了 你看这边一个缺口他已经封住了 就是说他这个上呢比较提早 他这一上就快到位了 到了267最多在这里盘整两天 然后也掉下来 然后封下面的缺口跟SPX一个走势 对吧完美的一个走势 同样的罗素IWM也在这做一个中枢 做完了中枢一样的 跟那个SPX同步下跌 DJX的走势也非常的明显 上面这一个顶中枢完成了之后 下了一个台阶 在这里磨磨蹭蹭的 跟着大家一块做这个中枢 然后掉下来之后呢 那就下一个台阶唄 然后整个的大的你看整个大的形式的话 这里是一个大的一个中枢 从那个月亮来讲的话 这个早期的托尼的上周的视频都分析过这个 这是道琼斯 道琼斯下面的跌的幅度还会很大 特斯拉是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反弹 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虽然像一个小底部 他并没有突破这个125 126块钱 突破126块钱的话 应该还有往上的空间 大概在这个地方 中期均线的大概这个地方 143-150都有可能 但是他必须要突破这个125 但是我怀疑他在这个地方又会震荡 横盘很久时间 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区间 中长期的策略我还是对他看空 所以说呢 我个人不会说来抄底长持这个特斯拉 现在 因为根据大盘的形式 大盘的这个下跌后面还 还会很大 特斯拉呢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所以说现在你要抄底特斯拉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早一点 抄底的话 大概预计是明年的6月份之后 现在可以做做小小的反弹 那没问题 嗯 但是比较好的策略还是封高空 比方说他到了150块钱以上的话 就可以又上这个又加仓空单了 特斯拉Q TS LS 都可以作为这个做空 苹果的话也是之前跌破了中枢 然后呢随着大盘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现在是等于是 在这个中枢的底部 你看130块1毛7 是一个阻力 他一直没有就是说 碰到阻力了之后就下 就上不去了 没回到中枢 所以说相对的看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弱的 随着大盘下周如果下跌 他也还会继续往下跌 拉不动 拉不动呢 这个上下的幅度比较大一点 在这个地方 通理说是白菜架 进了一些白菜架17块多 然后呢今天一早盘的时候 它涨得不错的 然后后来又跌回来了 反正现在又回到了白菜架的这根线 等着它就 这个这个我们一直在做那个低吸高抛 跟全理说的 我就我的策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白菜架的时候你就低吸一点 然后呢多余的仓位到高的时候 都可以高抛 就赚一些盈利 对吧 多的仓位把它跑掉 但是呢底仓不动 我们呢保持一定的仓位 一定要在这里 因为这个东西 你搞不清它哪天 它就爆发起来 到时候你又说没仓位 那就不行 soxs 在上面也是一个box 你看分析完了大盘了之后呢 其他的基本就都一样 这是一个box 但这个呢要控制好仓位一下 我担心它可能还有这么一个往下探 探到这儿 甚至封缺口 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封缺口 但是对保险的位置应该在36块2毛9 因为这地方也是大均线的支撑 这个地方呢也是缺口的下沿 它把它缺口封了之后 然后再上去 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 就大家注意一下这个36块2毛9 这个两位它不一定能到 首先它要破了这个39块5 埋了之后 它有可能就往下 到36块2毛9 好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明年我们继续交易顺利 看完再在盈利不断 再见 啊 一点点 哎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